佛奇博士最近公开表示 他真的希望也相信 学校需要在未来100天重新开放 也就是所有的幼稚园到8年级的学校 这是拜登政府的目标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 这可能不会发生 因为有无法克服的防疫问题 但他真正想做的是 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内 尽一切努力来帮助实现政策 使用了解决定的创新疗 我们将继续使用的免疫情 所以我们政府公司 所有我们一起在这片栏 我们会有任何人能够 做出展益的战色 要做出版本的疫情 那其实是指定的 导致众所在的疫情 是其實 prevalent at any given time